歡迎大家收看火鳳獵元大戰的新手教學 火鳳獵元大戰是一隻即時戰略即時操控的三角大戰遊戲 我們馬上進入遊戲 進入遊戲後,先讓你改名 如果你有朋友的邀請碼,也可以在這裡輸入 如果輸入邀請碼後,到不同的等級就會有不同的嘴巴 首先,遊戲會讓你選擇三角主角 你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自己喜歡的角色 我會選擇鳥遠火,即是三角字的召喚 我會選擇三角主角,同時,三角主角都有不同的冰種 分別是槍兵,弓兵和騎兵 看自己喜歡哪種冰種,選擇自己喜歡的角色便可以 我就正式進入這間教學了 即時開始進入這間教學 先 reviewed,現在一位叫小娟的女生 同時,一起進入這間教學 正式進入這間教學 首先我會教你進入戰役 所有戰役就是我們的故事主線 每次戰鬥都需要選一位朋友幫助你 每位朋友的武將都有不同的能力 視乎自己需要什麼能力 總學自己最適合的隊伍去出戰 遊戲會分為手動開戰和自動開戰 手動開戰即是你親身操控你的軍隊 自動開戰便可以使用樂指令 使你的軍隊自動作戰 首先在開戰之前 便會為你的軍隊進行暴震 只要用手拉向保障圖示 回到保障區便可以暴震 完成後便按開戰 先說回兵種的傷黑 槍兵便會克制騎兵 如果見到騎兵的時候 便會把槍兵含著 然後就是弓兵 弓兵便會克制槍兵 弓兵只要站在這裡 便會對射程中的敵軍進行攻擊 所以我們可能在這裡 你不是出事? 你不是出事嗎? 你不是出事嗎? 你很難看 你不會出事 發生了一個槍兵 槍兵的黑色 因為槍兵沒有任何防守掩護 所以使用槍兵的特撃 可以做的角色衝擊 槍兵 第2個技能是武將技能 火風利元大戰中的武將都有各自不同的技能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自己喜歡的技能,組成自己最強大的軍隊 使用技能的方法是升武將頭將 火球絕戰,就可以發動成功 國王的武力,上升50分鐘 攻擊隊員,可以上前攻城 因為要贏的話,要把敵人的城池血量扣到0 扣減的方法是控制自己的軍隊在敵人的城牆前 自動有攻城準備的畫面 下城之後就結束這場賽 在完成任務後,可以獲得不同的獎勵 亦有機會獲得武將 在完成任務後,可以將他編制在隊伍上 編制成功後,按反門 在完成任務後,可以獲得武將 先選擇你想升級的武將 然後選擇他的素材 按開始訓練,再提升等級 好,終於進行第二場戰鬥 好,這次應該會教你的自動戰鬥是怎樣玩的 可以見到我們有不同的戰術可以選擇 有全力進攻,以退為進,敵長優先,兵重優先和自行前定 好的,現在可以選擇 我們這次會選擇敵人 再攻試試試試看 連技能也好 我用到這監獄的2++5 然後,我們會然後有競技場系統 所謂競技場系統,可以和玩家PK 用回自己最強大的軍隊來挑戰玩家的其他陣容 好了,進入排行對戰,然後尋找對手 便會見到很多玩家可以挑戰 挑戰成功後當然會加分 如果你獲得一定的分數,便會獲得不同的獎勵 如果對方挑戰你,便會設定你的防守隊伍 便會選擇編制隊伍 右上角有防守部隊伍一致 之後便會選擇防守陣的設定界面 把武將在城裡拉出來 隨意設定好後,選擇戰術,便會選擇保存 最後完成新手運武 便會選擇三元武武 免費抽一戰武 如果好運,便會有機會抽到五星武 好,我馬上試一次 好,跟著這個箭咀,拉回去 好,我現在抽到孫拳 這裡可以看到武力,智力,兵力和得樹技能 可以看到特殊技能 可以看到特殊技能 有什麼效果 孫拳的特殊技能就是藍和魅力 他的主動技和主水技都可以看到 好,抽完之後 其實已經完成了新手任務 之後可以繼續 打主線任務 或者關卡任務 或者挑戰其他玩家 繼續強化你的武將 編成你最強的火鳳燎原 大戰的軍隊 好,今天是新手任教學 差不多了 其實遊戲即將攻擊 歡迎大家到時 一起進來 組成你最強的三國大戰軍隊 好,多謝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